再来看看Jolene的好朋友小猪罗志祥 同一天10月18号 罗志祥在台北举行了第十张专辑 狮子吼的发片记者会 那这也是小猪加盟了 新东加索尼音乐娱乐后的首张作品 据悉呢公司为了这张狮子吼 一小时狂烧500万投放广告 这真是全亚洲百大媒体齐声狮子吼啊 这么大的阵仗能不能震慑到你呢 来感受一下 罗志祥最近专辑狮子吼百家美品齐声狮吼的启动仪式